究竟谁会需要一辆偏向运动的紧凑型豪华SUV呢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长时间 不过当我看到奔驰 宝马 奥迪 甚至沃尔沃特在这个级别当中推出新车之后 我大概就理解了 所以现在凯迪拉克也准备进入这个细分领域 分一杯根 于是就有了我身边这辆凯迪拉克 祭祭司 这辆车的推出就是瞄准了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一两个人的小家庭 只要他们前排空间够用就没有太大问题 新车和XT4是同平台打造 不过为了凸显整辆车更加运动的造型 它在车长的车高部分都做了一定的修正 轴距增加了21毫米来到了2800毫米枕 所以侧面看上去的话 视觉效果会更加的修长 而设计是为了让车身看上去更加的低 它在车顶部分非常的激进 直接消掉了将近100毫米 所以现在车高是1535毫米 这样的话从侧面看上去 整个车就是有一个更加低 运动的姿态 一个没有用的冷知是 这辆车的车身高度实际上比 全新的宝马7系还要再低了13毫米 整车的造型语言传承自Escala的概念车 它的造型元素相比上台车型 是在持续的做减法 依旧的锐利看上去非常先锋 而日间行车灯在点亮之后 辨识度是拉满的 是年轻人想要的那种酷炫 相信这套前脸的造型风格 也会出现在日后的凯迪拉克改款 以及全新车型上 就让我开心的是 这辆774的车顶 并没有采用那种非常烂俗 并且很难好看的溜背造型 而是使用了一种大幅削减车顶高度 并且保留C住折角的 这么一个看起来非常锐利 跟整体很呼应的 这么一个造型风格 而且最终效果也是非常的拔群 更夸张的车窗跟车高的比例 让这辆车的姿态 看起来是非常运动的 新车的外观风格 其实分为两种 一个是我右手边的风扇版 还有一个是左手边的运动版 运动版车身 为了凸显它的运动氛围 还特意配备了双色的车身 以及整体黑化的失调 并且整个车轮 在采用19英寸的设计之后 还在前轴单独配备了 来自Brambo的四货载卡前 看起来是非常的战斗 其实在外观风格 只有一个想让我吐槽点 就是后面 双边四处的排气管 看着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我觉得像风扇版那种 双边单出尺寸非常大的设计 其实看起来就很运动 看起来也很高级 坐进车内 这个氛围一下就高级了起来 像这Lyric锐哥靠起的座舱 实际上有更干净 更简洁的内饰设计 并且在高级感上 也进一步提升了 相比于同级别的竞品 我觉得也是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整套内饰 给我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充足的 全系标配的这个 33英寸曲面屏非常的抢眼 这个屏幕的分辨率达到了9K 并且它的色彩也是10比特 这样它的黑色更加深邃 它的颜色也更加的鲜亮 而对比度也更加的高 在1.5T和2.0T的顶配侧性上面 还配备了HUD抬头显示 不仅能显示一些车速 这些比较基础的信息 还有导航以及Adas的状态 也会出现在驾驶员面前的 这个抬头显示上面 而整套车机系统 也是有高通骄龙的8155芯片加持 这样的硬件水平 在和一项强调科技感的 新势力水平相比的话 甚至都是处在同一个水平 而相比同级别的对手 那更是110线 而在座舱的智能化方面 它可以支持更灵活 在后期OTA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有游戏 K哥这些锦上添花的功能 不过我希望这种OTA 能来得更快一些 毕竟一个比较快的产品交互节奏 对消费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优势 你们别看这辆车的车顶高度 被削减了很多 但其实像我这样身高195公分的人 坐在前排的时候 我的头部空间 还有两指的这么一个高度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表现是够用的 并且当我坐在前座的时候 我可以很轻松的调整到一个 我想要的座姿 它的方向盘的调整距离 都是非常充沛的 而且整个座椅的填充物呢 也是比较柔软 坐在前排的体验还是非常舒适 来到后排整个空间表现 也如你们所见啊 确实是有些捉襟见肘 尤其是头部的空间 在削弱了之后呢 确实是不大好排 不过我相信195公分身高的人 坐在前后座 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案例 那么就由我们身材标准的摄影师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成年男性的话 坐在这辆车里面 会有怎样的空间表现 所以刚刚我们身高 173公分的摄影师 坐到前排和后排体验之后 发现空间其实还是OK 前排它调整好坐姿之后呢 其实后排腿空间是2000有余 而头部空间则是三只 我觉得这么一个状况 其实是比较合理的状态 而且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这辆车的坐垫长度 其实是比较充裕的 能够给到摄影师的大腿 有非常充足的衬托 其实整个后备箱的宽度和近身来讲 在这个级别还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水准 只不过它的高度呢 实际上稍微受了一点影响 不过它的盖板下方呢 还留有一个比较扁平的空间 可以把这个隔板放下去 所以当你有一些需要装载 比较大件比较高的行李箱呢 这么一个需求的同时 这辆后备箱 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妥配的完成任务 GG4上的这两具动力总成啊 其实我们非常的熟悉的 我身边这个运动板呢 配备的是一个200T的发动机 并且有48V的轻混技术加持 最大功率是174千瓦 缝制扭矩350纽米 与之匹配的是一套91T变速箱 并且这套动力可以传输到四个轮子 它是一个磨片式的404区系统 而且这套发动机还带有避缸功能 它在经济状况下 巡航的时候可以关闭两个气缸运行 而另外一套动力系统呢 则是1.5T的直类四缸涡软压发动机 它的输出功率达到了155千瓦 这样的动力在这个级别的入门动力当中呢 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 那是比较领先的状态 至于智能驾驶辅助这一块呢 这辆车其实给到的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状态 就比如自适应巡航啊 AEB啊 车道偏离预警 车道保持 后方的防碰撞预警啊 行车预警什么这些都是给到的 当然我希望后期如果可能的话呢 凯吉拉克那套引以为豪的Super Cross系统 也可以在这辆车上出现 有了那套系统驾驶 我觉得在智能驾驶这方面 它会比同级别的竞品会有更大的优势 所以说了这么一圈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整辆车最期待的谜底 就是这么一个紧凑型运动滑滑SUV 新进拳手 能不能拥有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价格 让它非常动感的外观 以及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内饰 能够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各位观众你们会觉得这辆车卖多少钱 可以打动你们的评论区下方走一波 我们下次节目见